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集《偏方小八科》,我是Ken 今集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失眠的问题 我们这个频道最主要是分享一些健康资讯 如果大家想食指的西约就记得在右下角按这个订阅键 按个赞,按个钟,分享给你身边有失眠的朋友 有个统计显示,如果每人每日的睡眠时间是少于5个小时 平均的死亡率就会增加12% 睡觉除了可以帮你延长寿命 其实还可以帮你修复身体所有的破损 通常身体修复自己的能力是睡觉时做得最好 譬如你现在戒选了 日头时他修复选了的组织的功能是没有晚上那么好的 通常一个人在睡觉的状态通常是身体自我修复的时间 所以睡眠对每一个人来说非常重要 但是今天很多人都患有失眠的问题 因为我最近上网看到很多名人都有失眠问题 所以我今集想讲讲这个课题 那身眠有分开几种状态的 第一种就是你很难才能睡得着 第二第三种就是你半夜很容易睡醒 或者你的睡眠质素很浅 很浅层睡眠 睡一睡,然后又醒一醒,睡一睡醒一醒 第二和第三种是跟你身体的脾气唇有关 跟你压力有关系的 如果你压力大你就会晚上睡得不好很容易醒的 那我这个节目的最后的部分 我就会教大家怎样解决这个脾气唇问题 首先我们要看看难以入睡的问题是最多人拥有的 那为什么会难以入睡呢 那我们先讲讲睡觉的机制 睡觉的机制最主要是决定于身体有一种的荷尔蒙叫做褪黑激素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褪黑激素是什么的 因为很多人都在用的 很普通的 那褪黑激素是什么东西呢 它是从哪里来的呢 其实褪黑激素本身人体是有两个器官会做褪黑激素的 夜晚的时间人体是有个调节机制的 夜晚的时间脑部里面有一个器官 很小粒的叫做视胶叉上核 这个名字很难读的 它有多小粒呢 它是四分之一mm大 它有两粒一对 在哪个位呢 就大概在脑部中间的位置来的 其实眼球是连接着它的 那么这个小的器官它有什么用呢 其实它是负责掌控你身体的就夜周期 比如你早上一起床 身体是需要多些活力的 那么其实这个这么小的器官 就是负责这个功能 那么你晚上睡觉的时候 它就将你整个身体放慢一点 这个视胶叉上核呢 它有什么刺激到它呢 就是黑暗 如果它黑暗的时间 它就会开始制造褪黑激素了 那么另外呢 普遍现代人的住宅是太光了 我们接触了太多光线 比如我们现在下午这些时间呢 我们看到阳光了 但是当我们夜晚的时间呢 我们仍然是开着手机啦 看着电路啦 看着电视啦 那么我们家里现在呢 很多LED灯 LED灯特别光的嘛 尤其是年纪开始大了 你就会呢 看东西呢 在夜晚里面就不是那么清楚 所以呢 有很多年纪大的人呢 就觉得这家屋很暗 那就要开多几盏灯的 那呢 有好有不好的 好的就是你当时 你看东西会清楚点 但是不好的 不好的方面呢就是 如果一段时间里面呢 你家屋里面太光了 你就会令到你的身体 现在有个错误的信号 就是叫他 喂不是哦 现在仍然是日头哦 所以我不需要製造那么多 褪黑激素出来 因为我未需要睡觉主嘛 你就扰乱了褪黑激素的制造 有另外什么的器官是会製造到 这个褪黑激素呢 就是我们脑部里面呢 有一个很小的器官叫做虫果体 那么虫果体是负责什么东西呢 虫果体就是负责当有光源的时间 它就会製造这个褪黑激素的 有人叫这个虫果体 叫做第三晚 虫果体很有趣的 这个是题外话 小小题外话 虫果体如果你是很活跃的虫果体 你是会有小小神通的 你会有些超能力的 其实这个就是 有些节目是会讲到这里 虫果体是对人老是很紧要的 有时候你看一下譬如教堂 教堂里面有些符号 都有些虫果 其实虫果体就是代表我们的智慧 我们的神通 虫果体 撇开刚刚刚讲的这些古灵精怪的东西 但是虫果体本身它的功能 就是可以製造到这个褪黑激素的 而它制造褪黑激素的机制 就跟刚才不同了 刚才那个机制是看到黑暗 它就会製造褪黑激素的 虫果体就是见到光 它就会製造褪黑激素的 当你日头这个时间 譬如日头晒着太阳 它那个褪黑激素 它就会开始製造制造 等你夜晚用的 整个机制就是这样的 你不可以乱的 所以黑和光 其实要有个平衡的比例 就是你不可以说 全时间 除了睡觉的时候 你都是很光的 就不应该是这样的 其实还有一个 我之前看过一个 养生的书 就是我们中国的 有一位老师 叫做南怀锦老师 南怀锦他就教别人 如果你想长命一点 你想养眼 你想你的眼睛健康一点 你想睡得好一点 基本上 他在夜晚是用蜡烛 来看书的 他这么多年来 九十多岁了 都是用这个方法 是要来夜晚 只是用蜡烛看书 他就说他连近视 散光什么都没有 这个我想很难 现代人就做到 不过 有个这样的理论 也有人敢实践了 如果晚上你把光调到很暗的话 你对眼睛也好 另外对睡眠质素 也会很有帮助 首先 如果你真的要改善到 你的失眠状态 首先你就要曬多些太阳 早上尽量接触多些阳光 因为阳光里面 它有很多个色谱 其中有一个就是 红外线可以穿透你的人 以及可以激活你的所有退黑激素 曬太阳是对失眠非常非常之有帮助的 大家如果留意一下 如果你去完海滩那一天 通常那一晚就很好睡 很晚睡 就是因为你接触阳光的时间够 去激活了你的退黑激素 所以你那一晚就会好好睡 另外 你临睡之前 譬如现在太阳下山 你就尝试一下 将室内的灯光调暗少少 就是不要调到那么光 因为当然我不可以说你叫点蠟燭 但是你尽量暗少少 这个对这个失眠是非常之有帮助的 还有大家用手提电脑也好 你用手机也好 现代人是接触这两样东西实在太长时间了 其实有一集之前我说过 如果你想保护你的眼睛 你想睡得好 其实你是需要将你的手机 或者平板电脑 是尽量改为这个黑暗模式 黑暗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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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试一下这些小改变 可能就帮到你夜晚会睡觉睡得好点的 另外如果大家真的曬不到太阳 其实我之前说过很多集的了 就是红光治疗 如果大家有红光治疗的治疗仪的 你就日头下午这些时间 或者黄昏都OK的 就对着红光照二十分钟 那就OK的了 你夜晚就会好睡很多 因为它可以trigger到那个退黑激素的生长 另外如果都不行了 你就可以用这个magnetium 因为刚才我所说 有几种睡眠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你难以入睡 第二个就是你浅层睡眠 和你容易睡眠 容易睡眠和浅层睡眠 最主要是关于皮质醇偏高的问题 尾就非常之帮到手了 如果你真的睡不着的话 你在睡觉之前 你就吃200mg的magnetium 基本上你就会睡得很好 因为magnetium 我之前有两集讲过magnetium的功效 我再讲多一点 就是magnetium最主要是帮你放松肌肉 放松你的神经 尾除了放松肌肉放松神经 改善你皮质醇 另外其实他在身体里面还有 过百种这个化学反应 人是一定要需要尾的 如果你真的现在你是有失眠的问题 当然有很多的情况是导致失眠 我今集就举了最大的嫌疑 你缺了些什么导致到你失眠 尾是最大的嫌疑 你缺了尾 很多人缺了尾都会失眠的 你补充尾 其实你根本就不需要吃安眠药 身体是会自动调节你的睡眠状态 因为很多人缺了尾 所以整个身体所有机能都不平衡 补充尾 身体应有的元素 其实你的睡眠质素就差很远 你试试如果睡觉之前起码一个小时 你就补充200mg的尾 你睡觉就会睡得很好 如果真的不行 就直接用退黑激素 退黑激素你可以用1-3mg 最初用就先用1mg 退黑激素就是直接提醒你大佬 喂要睡觉了 是时候要睡觉了 就是这么简单的功能 当然退黑激素如果你只用 它还有很多好处 其实退黑激素是一个超级抗氧化剂 当然我不是今集专讲退黑激素 但是如果你是睡觉 睡不了 睡得不好 你就可以先用 先用 如果也不行 你可以用退黑激素 好了 刚才所说的所有东西 大家可以缩小型格幕 左手边有个叫显示更多 你可以按下去 你就会看到购买连结 如果当你用手机看的话 右手边有个向下的嘴 你按下去都会看到购买连结 当你付钱的时候 你可以打这个折扣码 ZFN572 全张单都会当5%折扣 好了 我们这集就分享了这么多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这个频道 就记得在右下角 按这个订阅按钮 给个赞 按个钟 分享给你身边有失眠的朋友 好了 我们这集分享了这么多 下集再说个 拜拜